今天和大家探討一下膝蓋退化的問題 膝蓋退化,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膝蓋有軟骨的退化 軟骨和筋比較弱了,令到骨經常和骨之間磨擦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我們大家都忽略了 我們的膝蓋在膝蓋的關節附近不夠強壯去支撐著這個關節 尤其是我們內側的肌肉比較弱,外側的肌肉比較弱 所以就將菠蘿角拔歪了,如果大家有留意到 我們的膝蓋原來菠蘿角是凸凸的,膝蓋大腿上面原來是凹凸的 所以當你一拔歪的時候,磨擦得太緊要 自然地上樓梯會痛,上樓斜樓會痛 蹲著起來,你會覺得痛無力了 我們講一講有甚麼運動是可以強化 我們內側的肌肉,讓菠蘿角沒有拔出去呢? 最常見,最重要是做這個運動 大家可以看著鏡頭就可以和我一起做了 最主要是將腳趾伸直,將腳板咬向自己 咬向自己之餘,再咬向中間少少 保持自己咬向自己和咬向中間 即將這個腳趾尖指向對面的肩膀 譬如我現在做左腳,去到右邊的肩膀 而且最重要是你感覺到 其實它是中間,我左邊的中間這個肌肉 現在就強了,現在是漲了,在用這裏的力量 這樣就對了,每一天可以做五十次 每一次就維持自己數十五下,這樣就足夠了 有機會到最後一陣子,有機會到後面的肩膀 要有機會到最後一陣子旁邊的肩膀